吳怡農的这张牌打出来之后 确实他是民营党现在手中看起来 能够打得最好的一张牌 因为在2020双帅对决情况下 只输一万多票 所以呢对比像阮昭雄 甚至有一度传出既然都已经落选了 梁文杰好像想要来一战立委 这些看起来吴怡農也许是OK的 但你不要忘记 这是在2020 但2020到2022发生什么事情呢 包含就是他上台讲话 忙着紧张到舔嘴唇 甚至拿这个小英总统的这个珍珠奶茶挖开玩笑 讲不出话来的他 或者是当事党部主委当的 好像甚至被很多选民说激进窝囊的他 那现在他还有当初这样的战力吗 依旧是绿营最强 甚至蓝营没有人可以敌的一个对手 我想先讲一下高家瑜 我觉得民进党 我觉得民进党如果 如果对高家瑜不爽就赶快把他开除 在等什么呢 为什么要叫他退党呢 如果不喜欢他就赶快把他开除 那不然你现在再不高兴什么呢 对不对 那有什么好讲的 那我觉得李建昌大哥 过去都一直给人家觉得很温暖的那种 就是真的很照顾大家的大哥 那现在他就是选后你就知道了 就真的是潮水退了之后 大家都很紧张 包括像苏文昌赶快要用的人事 要播的预算 要订的案子 赶快要订案 赶快要塞人 赶快要卡位 同样的你看看现在所有的派系 都露出自己原本的嘴脸 李建昌什么系的 新潮流系的 新潮流系现在不是在台北市遍地点火吗 找梁文杰去点火 要去烧何志伟 要抢何志伟那一席的立法委员 然后李建昌在港湖这边对高嘉瑜开炮 问题是你新潮流谁选的 谁选得过高嘉瑜 高嘉瑜当时在民调当中 他是40% 他40% 你新潮流丢一个出来告诉我说 你高嘉瑜把他赶出去之后 你要瞧谁 你要谁出来选 就笑你不敢嘛 不敢就不要在那边叽叽歪歪大声什么啊 你就只是派系在抢位子嘛 讲什么义政词言 拿整个民进党当你 你整个民进党当你的 当你的这个好不好 你以为这样子就师出有名 没有啊 大家都看得懂 就是新潮流现在到处在点火卡位子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好不好 赶快开除高嘉瑜 不要不敢 赶快开除 就好连王世坚一起开除嘛 然后那回来讲 吴亦农 我觉得吴亦农的状况 他讲说他们不插旗什么什么这些的 这些也合理啦 因为其实也就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在 这个花太多预算 去选举这个的必要 毕竟他已经选过了 相较于我们党任何一个人来选 吴亦农是最近一次立法委员选举 选过这个选区的人 但是你说他真的非常强吗 第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当年 2020年的选举 2020年的选举 吴亦农基本上是一个 横空出世的 算是空降来的 空降来的 然后为什么呢 小英男孩啊 当年蔡英文就是 对不对 就是身世证重隆的时候 然后丢了一个吴亦农来 然后呢 他的包装手法 就跟民进党包装林志坚 包装郑文灿的手法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然后有一个人物设定 什么人物设定 释出他这个什么 特战部队行经的照片啊 然后呢 释出很多农夫 疯狂的为他尖叫啊 就是把他营造成一个偶像 用偶像的手法来包装他 然后呢 在这个人物设定之下 大谈什么 这个什么军事啊 大谈什么 要下架吴思怀啊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包装出来的就是一个草包 包装成一颗肉包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果然在2020 可能预算执行完毕之后 然后呢 试图一度试图 要把他丢到台北市党部 给他去历练 结果后来发生什么 发生赵介佑事件啊 就发现台北市党部 根本就黑的啊 然后你吴亦农就是一个空壳子 背后是黄成国在操盘 你只是放在这边的一个 贴在门口的那张门绳啊 就是看起来光鲜亮丽 是吴亦农青年财经在那边 其实根本就黄成国在操盘 你下面是谁 你根本管不了 赵介佑这些一群黑道入党的 你根本 你搞不好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或是知道了 你也拿他没办法 然后再加上后来 来记者会 讲了什么立委补选跟罢免的 的那个记者会 然后呢 就是一副草包样 就你们现在这个 框上这个画面啊 好像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然后讲说什么 我以为大家今天会关注的是 总统的袜子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然后不断舔嘴唇 我所有朋友都讲说 他是不是有在哈 哈什么东西啊 这可能要问一下谢和弦 会比较了解 是不是真的比较会口渴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脑袋是空的 然后呢 这个神色又非常古怪 这是现在的吴亦农啊 他从2020年 当时的出场的时候 就已经不争持了 他就是 大家回想一下 2020年中山区 在这个选区当中 吴亦农的看板 他又讲什么事情吗 没有啊 他全部都是绑着下架吴思怀啊 好像他在跟吴思怀 一对一桌对丝 他不是在跟蒋万安选 好像在跟吴思怀选 他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啊 就是他本身空的啊 他就搭着 搭着这个顺风车 搭着蔡英文的顺风车 然后呢 经过精心的公关操作 然后 结果 你回头去看 2016年 蒋万安第一次在这个选区选的时候 他们选票是没有过半的 他选票是没有过半的 就是另外一位 第三势力 加上民进党加起来 是赢过蒋万安 那两位加起来是过半的 结果第二次选 即便在那么不利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 总共拿到56% 57%的选票 然后吴英文是45% 蒋万安在这边一举过半 所以你说吴英文 真的有强到这种程度吗 在那个时间点 2020的时间点 他都是这样子 他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你说 他真的有这么难打吗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啊 那就是看 就是看接下来选战怎么打 倒是我觉得大家不用觉得说 哎呀好可怕 没有那么可怕 谢谢你的网友的留言啊 因为这个Amy她想要说 就算吴英文帅 也没有汉庭帅 我们给他一个check 让他看看这个就是比较一下 原来还有不是农副的 这个观众朋友 你知道吴英文为什么会讲说 他不要什么插旗啊 然后不要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要自权看板 学我啊 不是 这是他的战略 他是他的战略 因为民进党 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快的方式 当然去突袭 然后用突袭的方式 然后这么快的去决定 这场补选什么时候要选 然后他的目的 就是要把每一场补选 包括了这个 蒋万安这一席的补选 还有像许世华这一席的补选 然后还有像嘉义市场选举 个别独立 因为在严宽恒的那一场补选当中 其实大家已经示范了 那坎哥你刚刚说 因为中二选区的这一战所 衍生出来的原因 对这是他 这是整体策略的一环 他已经开始打选战了 因为他 说我不插旗子 不搞这些有的没的 什么东西的 他就可以凸显 凸显他的对手 第一个他经营过 所以他已经有存在 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只是这些人在上一次 可能投给蒋万安了 但是大家基本上 不管喜不喜欢你 但至少知道你 你吴一农这一号人物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喜过一次了 所以他不插旗可以 相较于他的对手 他占了一点点优势 二来他不插旗 无所谓啊 因为在严宽恒这场补选当中 已经示范给你看了 丽媒会毫无下限的24小时 帮着吴一农去轰炸他的对手啊 真的假的 然后呢有道理的没道理 他会24小时不断的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有线频道的电视台 都会去轰炸他的对手 然后呢帮他的对手 讲话的电视台或是节目 是不成比例的 再不然就是缩在网路上面 所以吴一农当然不用啊 所以他还可以回头去指人家说什么 你干嘛插旗 你干嘛破坏市容 我不插旗 我干净选举啊 那是因为你背后 有一群肮脏的媒体 会帮你做完所有的肮脏事啊 所以这是选举的策略之一啊 你以为清高啊 没有啊这叫差异性啊 他知道是连优势在哪里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去打你 如果你甚至是一个新人来 就算是王洪威议员他要来的话 他没经营过中山 他可能还是得挂看板插旗子 或是宣传车得跑啊 但吴一农就是吃定你这个 你要跑是不是 看我多清刀我多干净 我就不搞这一个 那是因为你选过啊 而再来就是三立民事自由时报 那所有这些绿媒 难道不会天天帮你轰炸吗 天天帮你轰炸啊 你有这些就够了啊 证明过这是有用的啊 用空军24小时轰炸个几天 盐宽恒家族也撑不住啊 那何况是出来乍到 只在这边一个月选的 任何一位美国民党的候选人 所以这是策略 不是清高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月功课 开启小铃铛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来 先来特谱一下 水神呢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